那就幫我call到查詢結果 沒有 那就跳過 OK 那這邊總共要查的名單呢 給我的名單裡面 Ctrl向下 總共會有5000多比 那要查的黑名單的話 總共的話會有2萬多比 所以如果說你要土法鏈鋼來查的話 哇塞 那你要5000多乘上2萬 等於是你要比對的次數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 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是 最好當然一鍵完成 你也不用想那麼多 按下去自動完成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講過了 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很多 你也可以怎麼樣 假如說你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不會VBA 我也沒有方式 可以用那個函數的方式來解決 像內建函數呢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什麼 想想看好了 其實很簡單 非常的簡單 要查 這個有沒有在清單裡 有的話 那就OK 當然 同學可能會想到什麼 Vlook函數 Vlook函數的話 找到之後 他只會找到什麼 如果比如說這一個 但是我們查黑名單 假如說他有查 可是Vlook函數 主要的用途是查 查之後 帶出 那個後面的結果 對不對 可是問題 我們在黑名單有沒有 他後面沒有結果 他就是一欄 所以 如果你用Vlook函數來做的話 除非說你自己手動在旁邊 再加一欄 然後旁邊也許是 比如說多輸出一個字是什麼 一個0或者1之類的 如果有找到的話 就是1好了 OK 類似 但是又有點麻煩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查詢的方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當然還有什麼 用Find函數 Find的話 如果找到 他就會告訴你 找到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沒找到的話 他就出現錯誤 這樣子 不過好像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其實想到最簡單的 在數學函數裡面有提到了 不過可能好像我們有跳過 有一個叫Konif Kont Konif有沒有 那個Konif就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有找到 而且找到幾次會告訴你 Kont是次數嘛 Konif就是 在這個清單裡面 他有找到幾次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 試試看這個黑名單篩選 那我可以給各位提示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找 我們可以用 找黑名單可以用Konif來做 OK 那當然是Konif要怎麼做 試試看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鍵 一鍵 就是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大家這個第一種方式 太做 就是說個別比對太慢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快一點 比如用函數 剛剛講的Konif如果做到之後 那有沒有辦法把Konif這個動作 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就是把公式 放在VBA裡面 讓VBA自動幫你完成 並且幫你把答案放在這裡 OK 然後另外還有其他方法 比如說用那個VBA裡面 有一個自串的函數 它叫做Instree Instree函數呢 它也可以快速的幫我怎麼樣 把結果找出來 或者當然你也可以用資料庫啦 不過我覺得這邊 如果用資料庫 會有點用殺機用牛刀 因為資料庫等下 你還要再 額外再把它 把黑名單輸出到一個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再什麼ADO 再加Seql 然後把它查回來 再放進來 有點是繞一大圈 而且太麻煩了 所以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想今天開頭先 把這個當實際的範例好了 那請各位在我們雲端上面 雲端白板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裡面會有一個就是入門 就是補充的 額外補充的這個範例 在雲端白板裡面 裡面這邊有個其他的補充範例 那在那個進階 畫面先還給各位 在那個不是進階 入門裡面會有個黑名單篩選 那這個範例的話請各位 先下載下來看看 然後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針對這一題 稍微做個解答 OK